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,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今早到台中地检署提告花博票违法,民进党团随后也召开记者会反击说,若照国民党的算法,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棒的花博,也图地场上26亿七千多万,呼吁市民争亮眼,年底用选票制裁国民党刻意造谣抹黑。 民进党团总照例天生在记者会说,把台中花博伴成功将是台中的骄傲,但蓝莹放的谣言实在太多,让人想不透同样都是台中人,怎会整天想拿十抹在美丽的花朵上。 直斥国民党议会自甘堕落成为谣言制造机,被媒体打脸,畅商提告后还死不认错。 他又说,一般票务手出运作原本就有给旅行社、饭店的大宗窃票,加上免费入园的300万张花博卡与预计100万张法定免费票, 花博的票价均值为146元,扣掉缴回市库120元,畅商收益只有26元,还要负担手续费、宣传等成本,没有暴力可言。 他批评,国民党议员故意以全票350元计算,扣掉保证缴回市库的120元,抹黑市府给厂商17亿元暴力。 如果这种算法合理,那台北花博手出890万张票,一张票300元,岂不是图利厂商26亿7千万元? 要告,英联好龙斌一起告,民进党议员也说,蓝莹先是说申办花博卡会接到诈骗电话, 接住又说行销费用43亿元,再宣称是否什么资料都不给,事实却是申请书不必填电话,行销费用仅1.9亿元,是否票物招标资料完全公开。 国民党团大半跳梁小丑李天生强调,蓝莹为了选举操作想要成就卢秀燕,却牺牲花博,不理性问证。 但选举是一时的,花博带给台中的光荣感却是永远的,请所有市民睁亮眼,看清楚,国民党无所不用其极制造谣言,抹黑花博,年底市民就用选票制裁他们。